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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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集的喵喵 那今天的話呢 基本上的話 大家都知道我們要來幹什麼東西啦 那今天的話 哲平起了一個大早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只剩下我們一個小時 我們這邊的這個流水精英拳的這個變天啊 就要換另外一個卡池了 那這隻角色的話呢 有一些大佬的話 他們是推薦這隻角色 比較適合打我們的PVP啦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哲平大概會就是 呃 比較不會像我們烏木爾抽的那麼誇張 大概抽個一單吧 一單差不多可以抽個 三十連抽的樣子好不好 所以 今天的話我們大概就抽個三十連抽 但是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這次的三十連抽啊 我們不是用那個 欸 我們不是用我們的那個 就是十連抽來抽喔 我們都用單抽來抽看一下能不能打出一些好成績 那一單的意思的話 就是我們這邊兩千六百九十塊啦 所以我們就劃一下兩千六百九十塊來拿一下我們這個寶石 那這一次因為我們抽那個 變天卡池的話 裡面是45鑽石就可以抽單抽一次了嘛 所以應該是可以抽蠻多次的這樣感覺 因為最近其實我們的貓戰也有一大堆活動要出現了 然後一拳超人的黑卷也要買一下了 所以就可能沒有那麼多的錢可以給他弄下去這樣感覺 而且現在這個是沒有必中的 而且我們就算抽到超級貓貓 也未必一定是我們的那個就是流水變天啦 而且他是打那個競技場的 現在目前來說哲平的競技場還沒有開始打 所以就沒有那麼的急迫性是需要我們這隻那個變天的喔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就來花個一單 來試試看我們的手氣囉 那我們就先來購買一下我們的鑽石囉 哇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購買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有一千六百七十個鑽石 這邊就是兩千六百九十塊 那大概算他是三千塊好了啦 所以基本上你要花錢的話其實是非常非常簡單啦好不好 什麼事情都沒做一秒就直接花三千塊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 手機遊戲最厲害的一個地方了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我們就開始來抽一下我們轉蛋喔 目前來說這個卡池其實 呃蠻特別的就是他的那個單次轉蛋是四十五啦 然後十一連轉蛋的話是四百五十 那基本上這邊的話呢 欸其實他十一連的話這邊又有多送一隻欸 所以 我這邊應該要抽個十一連是不是比較 比較好一點點啦 但是有些人就是說就是 你因為你抽那個單抽的話 基本上跟我們就是抽十一連的那個就是運氣好像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用單抽來試試看看一下 能不能先抽到我們的就是那個 變天或是我們的小白這樣感覺 但是我覺得十一連抽好像 好像比較賺欸 多一抽對不對 多一隻角色是不是應該比較賺好不好 沒關係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來 試個手機了好不好 反正四百五十乘以三的話是一千兩百 欸四百五十乘以三一四三十二五三十五所以一千三百多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先用那個 單抽抽到 欸一千四 欸四四十六五四二十不行 我們不能抽到那個 所以我們目前來說的話大概就先抽個那個 先抽個五次單抽再來抽十一連抽好了 因為我們就想說最後的話十一連抽 因為這邊的話是 四五零的話乘以三等於是三十二五三十五 所以一千三百五十 那一七四五這邊減掉 欸 怎麼開始在算數學 我看一下小算盤啊哈哈 懶得算了 這邊的話一七一七五四減掉那個 呃一三五零的話呢是四百零四 四百零四除以四十五的話呢 可以抽八四好不好 所以我們可以額外抽八四 四百五十乘以三是 一三五零嘛 一七五四減掉一三五零剩下是四百零四 所以四百零四的話呢我們就是沒有辦法抽到我們的那個就是 滿十一的嘛 所以我們可以先抽個八四的單抽哦 那我們先一時一時抽個 抽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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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單抽 我們就來換十一連抽好了 來看一下啊 能不能單抽出奇蹟了好不好 最近我們的七歲也是單抽出來的 所以我搞不好覺得這一次哦 我們的那個變天 或是我們露西法小白很有可能會直接單抽出場哦 哦如果這邊他直接單抽出場的話 我這邊鑽石就全部省起來了好不好 沒有問題 這邊是我們的安迪 哎安迪是一隻小癢癢 而且是極稀有的安迪哦 不錯好第二抽 剩下一個小時了啦 所以我們要 起個大早來把握時間這樣子哦 那如果大家已經用過我們這次這個 流水野野拳的這個變天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他到底好不好用哦 好這邊的話是我們的那個 是我們的這個 稀有的一個那個野性巫師哦 感覺就還好啊 不過沒有關係我們再繼續抽 這邊下一隻哎第三隻 我們這邊第三隻抽完的話再抽個三抽 我們就可以去抽一下那個十一點抽了 看一下到底有沒有這個好運 因為目前來說是沒有一個超級必中的啦 所以基本上你要種一些好角色的話也是蠻難的哦 哎又是極稀有的 感覺這一次極稀有的運氣好像還不錯哦 好第四抽 到底會不會有變天 拜託哦 我當初抽物有沒有抽花差不多一萬多塊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的話 哈哈哈哈 畢竟是限定角色嘛 就有點像是我們藍眼睛那種系列 所以應該不會那麼簡單哦 好這是第幾抽了 剛第四抽對不對 那再次第五抽 我都忘記了好不好 哈哈哈哈 晚前忘記我們還剩幾抽 第五抽 這時候抽完的話我們再抽最後一抽單抽 我們就去抽一下十一點抽 因為我覺得 十一點抽基本上你還是比較賺的 因為畢竟你多一隻角色嘛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如果就是 同樣的話呢還是 花那個花 比較多的鑽石然後去抽一下 就是十一點抽會比較賺 而且他那邊還有十萬金幣這樣子哦 ok 最後一抽單抽啦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單抽出奇蹟 這次轉的比較久哦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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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吧 該來了吧 沒有好寶箱貓貓 寶箱貓貓的話我基本上之前 蠻常拿他來當坦克貓貓的啦 但是現在有很多超級 我就沒有什麼在用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來十一點抽吧 十一點抽的那個 時間到了好不好 來看一下啊 但是目前來說因為沒有那個超級必中啊 所以這十一點也有可能是砸水溝 我是希望可以抽到 變遷或是我們的小白哦 其實你從這個寶箱這邊的話 其實完全看不出來 他到底有沒有中到超級稀哦 你知道嗎 好 第一隻是我們的這個 奔主 好沒有問題 我開始覺得有點有點屁屁刷了 第二隻 然後是我們這個 背著羊的一個人啊 佐馬沒問題 再來第三隻 哇這個是蛇蛇人哦 感覺感覺這是應該又是槓箍了 大家還記得我們之前抽烏木耳的時候嗎 連續按的時候有沒有 全部都是我們的沒有超級稀有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沒有必中的話真的是本來抽哦 在我們的極稀有的這個小紅帽 貓咪咪咪 嘿嘿嘿嘿嘿 他把那個狼背在背後 再來下一隻 好沒有都沒有哦 這隻感覺很像我音的角色耶 不聽 再來下一隻 好 這是我們的 毛筆人吧 所以我們的重達 哎沒有問題 重達是那個嗎 是我們的司馬藝嗎 有沒有司馬重達 再下一隻 好是我們的那個很常出現的這個三個維他命呢 喵喵紅綠燈 沒問題下一隻 極稀有的 感覺極稀有角色真的還蠻容易出 但是超極稀有就更難 而且你又要抽到限定的話應該 就就更沒這麼簡單哦 下一隻 哇 有哦 中一隻超極稀有的是我們這個 戴 戴四嗎 還是戴哲 他是 七英雄敵隊的七大罪致命奇妙 所以他是七大罪的貓貓 然後 他是我們的全屬性是不是 所以他裝備什麼都可以啦 這隻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這邊 至少有中一隻 欸中兩隻超極稀有其實還算是還蠻不錯的耶 只是 我們想要的是那個限定角色 稍微就比較難一點抽的這樣感覺 這是我們的 火屬系的格爾拉那 他基本上應該也是一隻攻擊型的角色吧 就比較不像不是我們那個 比較不像是我們坦克哦 待會來看一下他們介紹好了 欸其實 兩隻超極稀有 在沒有必中的情況下抽到還算是不錯耶 說真的這邊好像還行哦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兩隻的威力 這邊的話呢那個 剛那個是誰 戴士跟那個哥爾拉 還是他們沒有出現在這邊 欸好像沒有 沒有出現在這邊嗎 應該有吧 看一下哦 戴士 用刀找性的體力阻止敵人前行的肉盾魔法師哦 放出爆炸範圍超巨大的魔法進行攻擊 怠惰的戴士好不好 擁有刀找性的體力近距攻擊的魔法師 擁有阻擋前方一切進攻的強刃耐力 然後暗屬性攻擊力提升 全屬性魔法爆炸範圍提升 暗屬性魔法爆炸範圍更進一步提升哦 第三進化之後將敵人轟飛的高度增加 第三進化之後裝備暗屬性敵人讓光屬性敵人動作緩慢 所以他算是一隻那個坦克型的法師的樣子哦 沒有問題 哇裡面還有雅典娜 但是我們這個戴爾拉 低CP可召喚的火屬性超級稀有角色 非常容易上手 而且還能將敵人防禦力下降 所以他算是新手的一些就是比較好的 粗的一些角色 火屬性攻擊強化火屬性的護盾攻擊提升 硬直時間縮短 充施能力提升裝備火屬性武器的時候CP時下降 裝備火屬性裝備之後讓木屬性敵人防禦力下降哦 嗯 嗯 不知道好不好啦 所以這裡面除了我們這個小白跟那個就是 我們的那個變天以外 我也不知道哪些角色是好用的這樣 我們來第二次的這個 11連抽了 剛剛其實還算不錯 兩隻超級稀有好不好 來個小白或是來個那個吧 變天吧都好 齁齁 賽衣貓貓 這蠻可愛的 掛著賽貓貓 嘿嘿嘿嘿嘿 沒問題第二隻 好這應該是沒有了 這次應該可以快速帶過 因為我們是 欸其實超級稀有的機率好像還蠻高的欸說真的 這是我們的光的劍士是不是 還不錯好不好 至少我們的光角色跟暗角色其實都沒有說那麼多啦 所以這一次的話又抽到一隻艾克 艾克雷亞的這個 光屬性的進攻角色還算還不錯哦 欸其實他的機率好像是有所提升啦 不過我們現在要抽的是小白跟那個 變天好不好 能不能給點給點機會好不好 給點機會 我一直以為我都抽不到超級稀有 不過這兩這兩次的這個連抽好像還算是不錯 不過接下來可能要開始衰了吧 嗯應該是沒了 開始稀有到底了 拜託還有沒有機會 給個變天或是小白吧 哇又是極稀有的 狂出極稀有欸 嗚 欸這一次好像都是連中兩隻那個超級稀有 但是都不是限定角色 其實他抽我們那個就是 不是限定角色以外的角色 好像都還蠻不錯 而且這次都瘋狂中我們這個光屬性的角色 所以到時候可以用這個光屬性部隊去打一下 我們那個死神應該是不錯哦 哇沒了好不好 沒了但是 總共入帶了四隻我沒有超級稀有角色 其實還算是不錯啦 最後了好不好最後了 最後的十一連抽有沒有機會 我們的變天或是小白好不好 來一隻都好 畢竟是我們的那個超限定好不好 來來來來來來來 我有預感了 我預感應該什麼都沒有了哈哈 下一隻這是我們的最熏熏喵 下一隻 又是我們的這個紅綠的喵喵 沒有問題第三隻 是我們的剛剛那個說很像我音的那隻 不聽第四隻 大佐是你 第五隻 好又是急稀有了 這個胖媽好像蠻常出現的 第六隻 好這是小精靈這也蠻常出現的 第七隻 這是我們那個台貴貴貓貓 這隻我之前也是蠻常拿他來打 我們就是那個坦克的位置 第八隻 哇這隻會不會唯一一個沒有那個超級稀有的 第九隻 哎可能可能會沒有了哦GG 變天啊 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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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急稀有的這個沒了沒了 沒了 好可惜哦 但是 至少中了四隻啦 這個的話我們之後的話就是如果有就是 我們的這些限定角色的話 我們就每一隻都花個那個好了 花個那個 一單來抽抽看 看一下手機啊 如果抽到的話就賺 沒抽到的話那就 那就算了好不好 因為這個真的是 可遇而不可求啊 畢竟也算是我們那個 驚奇喵喵的藍眼精細滅嘛 所以就沒有那麼簡單這樣的感覺囉 好 那大家這次有沒有抽我們這個變天呢 流水精英拳的變天呢 如果有的話可以就要視哲平 你們花了多少抽把他抽出來囉 或是你們有沒有抽到哪一些貓貓 覺得還不錯的話也可以在圈圈留言告訴哲平 那明天早上是十點鐘的時點 跟晚上會見 晚上七五三點鐘的影片讓大家看一下啦 那至少許片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